美联储给全世界发红包了 本来还以为昨晚的美联储一期会议是走过过场宣布结束加息 但一觉醒来是喜提利好 鲍威尔居然超预期的提到了降息 这位全世界金融市场最为关注 但是又一直让人捉摸不透的男人 原话是这么讲的 他说即便没有出现经济衰退 美联储也愿意降息 而且不会等到2%的通胀率再降 因为那将会太晚了 会超过目标 政策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影响到经济 可是要知道10月份的议席会上 报道还是非常嘴硬的 他说利率方面还有一些路要走 还说终点利率水平会高于之前的预期 但谁知道这才一个月 他就放出了降息这个大利好 其实市场早就有降息的预期了 都已经在开始定价 明年会降息3到4次了 只是市场没想到美联储会投降的这么快 所以华尔街今天是用黄欢来表达了自己的胜利 美股三大股指全线大涨 道指更是占上了37000年 创了历史新高了 标普500个纳指也创了去年年初以来的新高 那鲍娃尔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肯定不是乱来吗 大概率是总结了2018年的教训 当时美联储就没有在通胀 已经开始之后及时加息 错失了紧缩的窗口期 那这回呢 美联储可能希望及时的进行预期管理 在经济指标发出降息的信号之前 提前管理好市场的预期 防止经济硬着陆 那在这次一席会上还披露了利率点证图 点证图认为明年美联储可能会降息三次 联邦基金利率明年终止的位置会在3.75%或者3.5% 但是市场的预期跑得更靠前一点 觉得明年的利率可能会降到3.25%附近 总之呢 在降息这件大事情上 美联储跟华尔街就这么愉快的达成一致了 其实从历史来看 美联储的煤论降息周期都会比较的急促和快速 因为降息周期的开启通常都是为了应对危机 或者是预防危机的发生 那这回美联储经济会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呢 有意思的是 2023年初基本上所有人都预测美国经济会衰退 但是呢 没来 现在所有人的预测都是 美国经济可能会软着陆 那会不会又是所有人都错了呢 不管怎么说 昨晚上美联储的大礼包全球算是结结实实的拿到了 黄金价格大幅攀升 离岸人币对美元大涨接近600个基点 报7.13 那随着强势美元周期的结束 人币没有继续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了 当然了 在美联储真正降息之前 还是高利率嘛 那美元指数大概率会维持在100附近 对应的人币也应该会在7.0以上 如果想要升到7以下 那恐怕还得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复苏了 此外呢与美元流动性息息相关的港股今天涨幅不小 港股苦流动性久矣啊 希望随着未来的降息 港股能多回点血吧 唯独只有咱们大A股对于这个利好 依然是那么矜持和淡定 唯一值得可喜的是 北向资金今天终于是又看到回流了 回看历史数据啊 在过去的30年里 有四轮美联储停止加息 分别在1995年 分别在1995年 2000年 2006年和2018年 这四次停止加息之后 咱们A股都是涨了一波的 当然这个涨速的差异很大 像2006年那回 咱们是迎来了个大牛市 2018年那回咱们是个小牛市 不知道这次 A股又会交出什么答卷呢 刹车问题被实锤了吗 特斯拉现在是启动了上百万辆车的大召回 一直以来都被吐槽说 刹车刹不住的特斯拉 在5月12号 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召回计划 要求从5月29号起 召回近四年多以来 进口和国产的110万辆车 要知道在这之前 特斯拉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每次一出事故呢 第一反应就是用户错了 甚至反手就起诉用户索赔500万 难道说如此强硬的特斯拉终于也服软了吗 那至于召回的原因呢 官方的说法是 因为特斯拉现有的这个操作方式 可能会增加车主长时间 雾踩加速踏板的概率 增加车辆碰撞的风险 存在着安全隐患 怎么解决呢 通过远程的升级 给车辆提供新的功能 好降低这种刹不住的风险 在这里呢 就有必要说一下特斯拉的刹车策略了 咱们传统汽车呢 是左边是刹车 右边是油门 它分得很清楚 时间一长呢 其实就形成肌肉记忆了 要减速就踩刹车 要加速就踩油门 不用加速的时候呢 脚可以轻轻点着油门就可以了 或者是放到刹车这边 预防紧急情况的出现 简单但是有效 可是特斯拉呢 它是所谓的单踏板的模式 踩电门是加速 但凡松开一点就哗啦啦减速了 所以呢 车主就得一直踩着电门 要刹车的时候呢 再赶紧换成踩刹车踏板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呀 当你在开特斯拉的时候 为了保持前进 右脚得一直放在电门上 而油车呢 它是只要不加速 脚是可以放在刹车上的 当需要减速的时候 由于肌肉记忆 就会有很多司机 他很容易一脚踩下去 反而变成加速了 所以呢 不管是国外经常抱怨的 什么自动加速 还是国内大家说的 杀不住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这种新的操作模式 和既有的习惯 产生了冲突 而且呢 这种事越是老司机 它越容易出事 新手呢 反而更好适应一点 像之前特斯拉 一直不承认自己有错 但是从这次召回的情况来看呢 严格来说 其实也不是质量问题 但是客观上来讲 这种操作模式 确实会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 所以呢 还是得改 我们知道特斯拉开启了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革命 马斯克也因此功成名就 一度登顶世界首富 当然了 这一切离不开咱们中国的助力 而我们的汽车产业呢 也正因为这一股电动化的潮流 实现了弯道超车的目标 但不管怎么讲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不可避免就会存在着 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吐槽到 特斯拉的这个刹车问题 以及其他的国产品台的 自然问题等等 有人可能也会说了 刹车只是习惯问题 电车自然只是概率问题 但是当涉及到人们的生命 和财产安全问题的时候 再低的统计概率 落到当事人的身上 那就是100% 那就是难以承受之痛啊 所以呢 那我觉得聪明的企业应该顺应消费者的呼声和诉求 而不是傲慢与偏见 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赚到了5700亿 然后呢又用了两年 又把自己干成了锒铛入狱 华人首富赵长鹏 把自己变成了传奇 也搞成了世界的敌人 最近他在美国的法庭上 接受了43亿美元的罚款 成为了加密货币刑事案件 有史以来最大的罚款 2021年的11月 比特币涨到6.9万美元 那作为世界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币安的CEO 赵长鹏的身价一下暴涨到了5700亿人币 登顶华人首富 但如果你以为赵长鹏 只是靠着过人的能力拥有的这一切 就天真了 因为虚拟货币的交易 从来都是灰色的 他让各国的监管都十分警惕 赵长鹏呢 1977年出生于江苏 11岁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了加拿大 大学读的计算机 之后呢 在东京交易所 美国彭博社都干过 很年轻就干到了高级职位 2005年赵长鹏到了上海创业 专注于开发高频交易系统 但这事对他来说呢 还是太平庸了 2013年 他孤注一掷 卖掉了上海的房子 全部投入了比特币 17年 加密货币的价格大涨 吸引了几百万的新投资者 赵长鹏看到了机会 就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交易所 币安 上线三个月啊 净利润就750万美元了 堪比印钞机 当时一堆的投资机构都是排着队要给他钱 短短八个月之后呢 币安就崛起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但是呢 好景不长 后来呢 各国家纷纷对加密货币提高了警惕 中国是彻底清理了这个行业 币安就跑到了日本 没有待几天 日本也不让待了 又跑去了美国 美国又不让待了之后呢 又跑到了英国 英国之后是新加坡 然后是马尔他 乌干达 迪拜等等 看着虽然是挺狼狈的 但是币安却从小鬼跑成了巨瘦了 拥有用户9000万 上限了600多种数字货币 咱们A股一天只交易4个小时是吧 人家币安是24小时连轴转 鼎盛的时候呢 光是每天的交易额就达到了760亿美元 约合5000亿人民币 上交所一天的交易额都没有这么多 赵长鹏还有一个情人家搭档叫何一 以前呢 在国内几家电视台当过主持人 他也是币安的CMO 他在朋友圈里找商务是怎么找的呢 要求就是美 胸大 00后有家会聊天 你说爆发户们能不喜欢这种商务吗 到了2021年 赵长鹏的身家达到了900亿美元 成为华人首富 还进入到了全球十大富豪的行列 但后来呢 由于这个比特币的价格急剧下跌 赵长鹏的财富又蒸发了大板 2023年 赵长鹏的成功面纱被美国司法系统给撕了下来 美国政府对币安提出了三项指控 洗钱 非法经营汇款业务 还有违反美国制裁法 检察官说呢 这个币安在2018年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拥有几百万的美国用户 但是没有设立检测洗钱计划 2020年 美国用户已经占到了币安总用户的16%了 超过其他所有的国家 但是币安却刻意的把美国用户划分到未知地区 以逃避美国反洗钱法 那么币安让用户非法洗钱 到底这些钱去了哪里呢 检察机关说 一类呢就拿去支持了美国制裁的一些组织 比如说像俄国冲突啊 还有这个哈裔冲突等等的战争 币安公司成了一些组织的地下钱庄洗钱通道 其中还包括有哈马斯下属组织 巴勒斯坦 伊斯兰圣战组织 基地组织等等 此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恶劣形势犯罪 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就说了 币安故意失职 让资金通过他的平台流向了那些恐怖分子 网络犯罪分子 光速破产的硅谷银行现在已经恢复营业了 可是这件事情带来的冲击还远远没有结束 美股银行板块现在是遭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暴跌 比如说像第一共和银行 短短一周就从120元跌到30元 它的走势图上写满了两个字 恐慌 甚至有很多人把这次类比为引发2008年金融海啸的雷曼破产 连大金毛都跑出来说 这次是比1929年更严重的危机 那这有这么可怕吗 为啥美联储不抢救一下 而是要让他48小时光速破产呢 这个事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整体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 我尽量简单的再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好好汇报一下吧 首先需要聊几个基本的知识 第一呢 银行的利润主要是来自于稀差嘛 银行支付给储户的存款利息是比较低的 但是银行呢 会拿存款去投资其他的资产 从而得到的利息收入是比较高的 银行就赚这部分的差价 由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比较高 所以银行呢 通常喜欢借短放长 也就是吸收一些短期存款 并且呢 去购买长期债券 以实现稀差的最大化 第二呢 债券的收益率跟价格成反比 收益率越高 价格就越低 那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国国债 跟其他债券的收益率走高 可是价格下跌 而银行不是持有大量的债券吗 债券价格导致银行资产大幅缩水 如果把债券持有到期的话呢 安稳的拿到利息 但如果存款的提取压力比较大 银行就只能提前卖出债券 承受债券价格下跌 造成的亏损了 还有第三点啊 就是利率的变动呢 它会牵动着存款 美联储加息会提高存贷款的利率 通常呢 存款利率提高 大家就肯定更愿意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嘛 可是也有例外的情况 像硅谷银行 它的储户是以科创公司 创业公司为主的 这些公司是非常缺钱的 那快速的加息 导致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的收紧 初创公司很难再获得融资 就只好把存款取出来 应对它的流动支出 前两年的超级宽松周期 硅谷银行吸收了天亮的成本 几乎为零的存款 然后买了一堆的国债和地产债券 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需要持有到期的债券 然后呢 大家吸来了 这些初创公司都跑去取钱了 那硅谷银行就只能卖出债券 好应对存款的支取 可是因为借短放长造成的期限错配和债券价格的下跌 即便它抛债券也难以应对 其实十天前 硅谷银行就已经传出了取款困难的留言 这个消息一发酵呢 造成更多储户慌忙去取钱 然后就彻底的崩了 那为什么美联储完全不给硅谷银行挣扎的机会 而是让它立刻马上现在就地破产呢 因为硅谷银行继续抛售债券还钱的话 它自己不一定能成的过去 还会导致债市出现恐慌 债券的价格会进一步的下跌 从而把其他的银行也给拖下水 所以还不如原地把它给毙掉 不给硅谷银行任何的把风险传导出去的机会 可是现在情绪面的恐慌是已经传出去了 虽然硅谷银行规模不算大 可是大家又会猜 其他银行是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就出现了现在这个银行股集体大跌 还有很多中小银行也出现了集中取款的情况 那么这个事最终会不会演变成雷曼时刻呢 目前来看概率不大 因为硅谷银行的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的资产负债表非常的脆弱 规模也远远不及雷曼 就不可能像雷曼一样造成全盘的连锁反应 此外呢雷曼破产主要的问题是它的泡沫破裂了 而这次主要的问题是期限错配 就完全不是一个性质的 至于大金毛跑出来说 现在比1929年更严重 可能也是有所夸张的 估计它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给欧拜吃个苍蝇吧 那么从某种 未来咱们还得给房子养老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最近呢上海就宣布了一个试点 说是要在浦东等等区域实施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 明年全市推广 这个房屋养老金说白了就是给不断变老的房子凑保养钱 消息一出 网友的反应真是强烈 有人说 我自己的养老钱还没凑够呢 哪里有钱给房子养老啊 还有网友说了 我们买房的时候不是交了那个什么公共维修基金了吗 怎么还要我交房屋养老金呢 没错 买房的时候都交了公共维修基金 像现在的新房 动则这个钱给交上好几万呢 但是这笔钱是谁交的归谁用 新小区交的再多 也不能挪给那些老旧小区去用 2000年前后的房子 这笔钱大多数只交了万元左右 还有一些老破小的房子 属于福利村房 干脆从来就没有交过这笔钱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呀 现金除了人口老龄化之外 房子老龄化也开始了 到2022年 房龄超过30年的老房子占比将会接近20% 预计到2040年的时候 有接近80%的房子会超过30岁 而房子的设计寿命 咱们一般是在50年 30岁已经算是夕阳红的年龄了呀 那么很多老房子就会出现像漏水呀 墙皮脱落呀 电梯门禁故障等等的问题 当房子年轻的时候 当年交的那个公共维修基金 再加上每个月的物业费可能还会够用 但是现在有大量老旧小区已经不光是小修小补的微整了 它需要动大手术了 比如说什么墙体结构安全隐患呢 设施设备老化等等 这些可都是需要花大钱的 那这钱从哪里来呢 像之前2019年和2023年的两次就改是政府出了这个钱 有一些老破小不仅重新粉刷了外墙 加装了电梯 甚至全包上了钢架子加固了结构 有媒体算过大型的就改平均到每户的成本得要好几万 你想想看 让老破小的住户们一次性交上几万块钱干这个事 有多少人会配合呢 特别是很多老房子是早就租出去了 房东又不怕居住体验差 他更加不想出这个血了 那之前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国家补贴的小区 怎么办呢 自谋出路 比如说让出了几百平米给到商家做商业 用未来几十年的经营权换维修费 北京就有这样的成功案例 某个小区成功换到了三千万 但是武汉那个小区却只换到了百分之二十的维修费 剩下的百分之八十是由业主和政府各自分担一半 但是再想一想 有多少小区能一下子拿出好几百平米 还得让人家商家看得上你这几百平米的商业价值呢 更加关键的是 现在有大批的中年房屋 会在十年八年之后集体步入老年 到那个时候如果遍地都是老房子 想再来一轮全面政府补贴 确实就有点不太现实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为了应对十几年之后的房屋维修问题 现在就让打工人开始按时给房子交养老金 这事对于打工人来说肯定也是有点懵的 延迟退休刚刚定调 自己的养老金还没着落呢 这房子怎么又要来一刀啊 所以可以想象肯定越是老破小 将来这笔养老金收起来就会越难 那么到底这个住房养老金可能要交多少钱呢 目前